很酷的一张脸 大家都会觉得杰哥从出道以来到现在都给大家一种很酷很颓废的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这种调调的人 我私底下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可能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不太不太一样 我不太习惯把自己装扮得很穿得很花俏或者我不敢 我今天你看到我这样穿白色的皮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 其实要让了 花瞻了 已经花心思来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让你穿像我家的衬衫呢 这不可美吧 你那个是我最爱的方式 我平常都像你那样穿衣服的 就是牛仔裤一件衬衫这样而已 对 然后我衬衫会穿两件 为什么 有人说这种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人说法呢 说这种人呢很执着 很坚持原则 对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好的说法 说这种人很固执 我觉得固执是好的 我觉得人一定要固执 固执 但是我讲的固执 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之下 你要一定要固执 你才会有自己的一个很自我的东西可以表现出来 而且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每一个很有气质的人 嗯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固执 很固执的人 对很自我的人 嗯 他才会有那个气质出来 你是吗 你不觉得我有点气质吗 所以啊 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专辑的名字 我们来看看 叫做 别了 疯子 但是在你嘴里一直叫做疯子 对就是疯子 那别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公司自己加上去的 嗯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关于固执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你在这张专辑的时候一直就在说是你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么些年以来 这张专辑应该说多数以上是你自己的风格是你自己要的东西 对因为我我之前就你刚提的那个密码 嗯 就是以前音符哥 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密码在里面 就你习惯性的动作 对 包括就像费 费玉清费大哥 演歌 对 那他其实唱高音就是 他一定要把屁股夹得紧紧 然后变高脚尖 还要半曲 来来诚诚一下 来诚诚一下 腿膝盖微微弯曲 膝盖要微微弯曲 还有微微弯曲 对对对 屁股要扭的 那你的密码呢 我密码就是以前 我是因为我是握拳头的 比如大家翻我以前的一些资料 看我唱歌是 我到了高音的时候 我是用拳头 甚至于以前小宝张雨生 我有告诉他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让把它往后拉的时候 你的肚子的腹肌 就会一直顶在那个地方 不是脏出来的 我的密码是往里面吸的 所以我的气可以很长 气可以很高 然后那个嗓子 我们完全不是用嗓子唱歌的 我完全整个上半身是不存在的 整个下盘是很重的 所以你看我唱歌 很少就走来走去 很少走来 一定是像一个木头 这样除在那个外面 批业的一股线 对可是现在 因为这几年来都是 每次都是大家说 给我一次机会 相信我一次 让我来帮你当自尊 听我讲用怎么唱 这个密码就不见了 就很难再找回来 就迷失自己 就像你自己的电脑一样 你忘了你自己的密码是什么 你再怎么样 找都找不回来 对啊 所以我就在说 有很多人发短信 就一直让我唱歌 我的密码就是在家里关着门 一人唱歌 你说不要我在这里唱 其实不是唱的最好的 那现在这个密码 在这张专辑当中找回来了吗 基本上 基本上只找到几个密码而已 几个不错 只找到30%左右了 那包括我们这个最新的专辑 其实也有很多歌 是描写的爱情那种很 很悲伤的感觉 对 有人发短信息上来说 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呢 哎呦 找得到我早就要了 这其实我的要求真的很低 嗯 长得漂亮魔鬼身材 几十亿身价 然后会弹钢琴 哇 这么低的标准 你看竟然都找不到 你求了一种女神的形象 对不对 如果杰哥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他如果今天是正方 他明天也会是疯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欣赏一下 这首《别了疯子》 一起感受一下杰哥这个 不俗的这个魅力 疯一嘴 哎 我不敢爱你 因为我早已学会了 爱的游戏 口袋 再没有回忆 你喜欢把手放进去 你成为过去 晚半天躲进梦里 黑夜躲在熟悉的街地 没看到一个声音 总会觉得就是你 你就是那万人命 你 我像个疯子 在一种哭泣 记不见多久没有爱过你 哦哦 前夜叹着氧情 写了一首你的歌 想让你知道 我是多爱你 不爱你 你愿意 你会所以沿着你 我真的不敢爱你 你快想 Uma 人不想你 你会睡醒 我到了 我看到你 你快想要一遍 你快要老奴 我看到你 一遍 我猜 我不敢爱你 因为我早已学会了 爱的游戏 后代 再没有回忆 你习惯把手放进去 已成了过去 我白天躲进梦里黑暗 坐在熟悉的阶梯 没看到一个身影 总会觉得就是你 你就是那万人你 我像个风刺在雨中哭泣 既不是错就没有爱过你 哦 尽远弹着钢琴 写一首一歌 想要让你知道 我是多爱你 多爱你 我像个风刺那些鬼哪里 在唱歌 也许弹着钢琴